嗨,大家好,我是Roman 今天已經到了我們雙十一的七點 也是Sony可以讓我們正式解禁 和大家直播玩這個PlayStation 5 然後呢,我們其實上個星期已經很辛苦 拼命寫了書給大家看 拼命寫了書給大家看,其實整體的review是怎樣 因為這次捉有機會可以開箱給大家看 到底是怎樣 事不宜前 因為我們直播有些少許問題 主機的收音未必一定可以 我們都盡量轉回遊戲畫面給大家看 轉 轉了嗎? 我先散一散 我們現在來到主機的主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PlayStation 5的大改變 就是它的遊戲 它的UI其實明顯是和PS4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PS4是有一個主題 去困著不同的東西 來到PS5 就是一格格的東西都拿著大圖去做的 例如是 遊戲就會拿回遊戲畫面 不像PS4的時候 就一個小格子 加一個大主題 這次的PS5是沒有主題的 5UI方面就是這樣 大家期待的東西 其實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看設定 到設定那裡 它看上去設定的東西 就和PS4差不多 但是它有個明顯大的地方 就是這部電腦是上到4K 820Hz 那你們怎麼才知道呢? 我們現在用這一部 就是一部4K的電視 因為我們可以設定的東西 有限 這樣就好 因為我們現在用另一種方法 進入 所以其實我們畫面是上不到4K 不過在正常情況下 你現在這個畫面 是可以看到它是會寫 支援HDR 進入到4K和52Hz 那因為 我們這部主機要進入直播設備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是展示不到給大家看的 那如果想知道這個實際效果是怎樣 都可以看回我們網站那篇文 那篇文章 那裡是有寫的 這個我答嘴 其實雖然之前這個 Sony 我們在發表PS5的時候都提過 就 那部PS5是可以支援到8K的 甚至乎我們當天 上個星期開箱的時候 後面都有印著8K的Logo 那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我們這個 直播室正在用的電視 是一部8K電視來的 那但是呢 就算我們試過直接插進去 就是將PS5不經任何東西 或者現在我們正在用的 譬如一個天龍的抗音機 那它都是最新的 也都是支援到8K輸入的 那現在我們的接播方法 就是由PS5摺進去天龍的8K input 再用HDMI output回去電視 那正常應該就會detect到8K 60的 但是呢 因爲這部Samsung的8K電視 它的限制就是 因爲它的Panel是60plus 那所以要不就 如果認到8K 60就8K 60 如果認不到呢 就是變成4K 60的 那所以呢 就 在這部電視就試不到4K 120 那但是我們在隔壁房呢 有部LG的電視呢 就PlayStation 5呢 就可以出到4K 120的 那現在大家爲什麽會見到 畫面是只有1080呢 原因就是因爲我們直播的時候呢 我們直播那個Capture Box 大家見到那個呢 我們現在用的1080的Capture Box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訊號就share了兩邊 那爲什麽兩邊電視機 和Capture Box呢 那爲什麽兩邊電視機 都是要同步呢 set上去1080 就是這麽解釋 如果正常的 大家家裏是家裏 4K 60的電視 那都可以走到4K 60HDR的 是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繼續說回 它說有沒有些新設定呢 聲音呢 剛才我見到聲音呢 就有些很新的設定 聲音輸出那裏 那現在我們見到以前的PlayStation 就沒得選那個HDMI裝置類型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們就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選了 譬如你是搏 AVM啊 電視機啊 那樣 所以是 你們現在電視看那個東西 觀眾看不到 但是你是脫了 還是不能看 不是啊 你們現在看這樣 Sony PlayStation 5 所以我估計是ATEM Mini 停了 ATEM Mini ATEM Mini 掉了 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們有些少許技術問題 那變了很多東西都變得厚實 那 現在是這樣 我們這次呢 有個 有個 有個觀眾實測疑問 我們開始在看 Check Room 有人問呢 是的 不好意思啊 我們剛剛就死了死的畫面 剛剛說話好像變得很空 因為有機會是 有介面跳了下去 這麼多次給大家看 對 剛才是被 剛剛有人在 Check Room 正在問 因為我 有些眼亂 是 很多 很多東西在面前 當然 有 有觀眾說 要去搬我LG出來 不行 太大步了 我想說呢 我們LG是擔掉到板那裏 所以是搬了 是的 是的 剛剛 我們應該有機會 我們應該有機會 下一次 設定直播的 平台 過LG 即是它現在是可以看 你用電視 輸出多少Herts 什麼解像度 HDR 不過呢 因為我們現在用直播那套設備 給不到大家看 即是我們自己搬了 我們正常玩 我們會見到的 其實我是 這陣子是 在密識一個 4K60 HDR 的Capture Box 是的 那就呼籲一下 大家知道哪裏有 那如果說它就這樣跟PS5 有什麼不同 我們來一次 因為剛才用不到 第一它就是沒有主題的 所有大題都將會用遊戲的封面去取編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些遊戲 在NDA裡面 只可以玩幾款給大家看 那如果你說遊戲界面 有沒有什麼不同 那一 你如果平時拖下去 你會看到它密密密密密密密 那現在它會不同的 那例如 可能會有一些說 喂 我的遊戲隊玩了多久呢 它是會寫給你看的 這個我覺得做得很好 有時候可能會有些官方新聞 你遊戲進度怎樣 那這些都會寫在這裏 是的 那就是它 因為它 另一個注重的位置 就是它的社交性有提高 那 待會有些遊戲功能再給大家 那 那這個就是新的PlayStation Store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操作 按下去 和你向下移動是一樣的 就是之前你用PS4 玩這個PlayStation Store 的時候 你可能要放一段時間 才能進去 那它現在其實不是的了 你這個介面向下移動 就已經可以進去 那你說 那你說頭水 怕不怕沒有遊戲玩呢 那如果你是有買這個PlayStation Plus 那它頭水都有2、30隻 我沒有記錯 就說 經過它 會針對這個 會針對這個 PlayStation 5 去進行一些優化 那它這裏都有 那最主要呢 你說和PS4版有什麼不同呢 就應該是 以前這些遊戲 可能只可以在PlayStation 4 跑到這個4K、30PS 或者不穩 那去到這裏 那些收入時間 可能會改快了 那些畫面 會跑高了 那樣都有20個遊戲 那這裏大家可以自己試 那如果說 我們說了那麼久 不如就 邊打機邊講 有沒有觀眾有些問題想我們試 有些讀者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 PS5那條線可不可以用Xbox 可以的 是的 其實無論是PS5 又或者是Xbox 它跟那條線 原裝線 都是HDMI 2.1規格的 那出到4K、120的 兩條線都可以的 那而我們也都試過一些 Fert Party的線 都出到4K、120的 其實 很多線 就算它不是寫著HDMI 2.1 都有機會過到的 但是 最主要就是看那條線 本身 有沒有做到 譬如我們最近 收到一條Belken的 它出的 聲稱是Ultra HDMI線 就是它沒有標明是2.1的 但是呢 那條線 就是它廠方告訴我們 其實在上個星期初呢 他們就剛剛拿到HDMI 2.1 那一條的 就算是Hedmi 2.1 其實是Hedmi 2.1 就是Hedmi 2.1 就是Hedmi 2.1 給大家看,跟幾條線是否出到8.2hz 可以 手掣可不可以進入iOS的打機 可以用到 剛才阿羅在講的時候 我只用了Spider-Man給大家看 其實大家看到 真的弄得很快 因為我們就有一點進度 但是官方就見我們開過新Safe打 由頭開始打 由頭開始打,免得回頭 這個遊戲就有幾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補真度 這個就會是4K 30Film有Way Tracing 60Film這個就會是假4K 是upscaled上去的4K 我們就試,因為要試Way Tracing 盡量都按這個給大家看 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就會是頭水遊戲 即是手法遊戲之一的Spider-Man 但是他那個位置就是 但是我看到其實畫面已經有些 細的Way Tracing效果出到出來 可能是現在看到男主角 對著地鐵的時候 看見他的橫 地鐵那裏是反到扶手影 是的 地鐵車廂上面 你會見到有些倒影 但是問題就是那些 車門的倒影 車門的倒影 但是 加雪地的水跡 你都是看到Way Tracing 即是我們可以開一個沒有Way Tracing的版本 給大家看 但是 懇請現在大家記住 實際表現是怎樣 那除此之外 其實Pay Tracing Far的手 都是他聲稱的一個大麻煙 那他就有一個叫做震動回饋 不是平時的震幾下 但是那個震下去是有力度有深度 但是我不懂怎樣跟大家解釋 這個是比較難用文字去說的 就是可能現在舉著 舉著那個 那個男主角和家人在用拳頭撞擊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點的撞擊力 或者是剛剛搬梳化的時候有些不同的力度 那他就在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表現 但是呢 因為我們實際試過由Pay Tracing 手法 我們剛剛都是只有兩隻 就是只有Spiderman 跟只有他 Deford 那隻 因為我們試不多 寶珍得30秒說了就是 但是他沒有說 因為你降了1080P可以給你60穩定降罪了 它沒有的 它這個還沒試給大家看 你說開了Way Tracing 是不是在某些大遊戲中有表現呢 那絕大部分情況下 如果你是一些現在主流遊戲來的 大多數都是一些動作會比較快的遊戲 其實大家有沒有那個行程去留意 反得多漂亮呢 我覺得這方面是 永遠是最矛盾的事來的 這個就正式開遊戲了 不過它就是因為我之前試的時候 我試了60先 那現在我的畫面 只剩30的時候呢 其實可能是真的有一些信息 未可能長期60會好些 所以大家可能就要看 那時候說4K82呢 其實現在暫時都是沒有遊戲能走到的 是啊 因為很多時候你都會開光追的啦 其實開光追呢 就上不到白羽的 其實最多就是4K62 其實它不是每個位都會做光追的 這個有了 可以反到它的樣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這次 即也都引申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買PS5 甚至乎Xbox CXX都好 其實是不是一定要換上電視 有4K120 即是如果我們玩了這個幾星期 兩部機都玩過一下呢 當你開Way Tracing的時候呢 其實都是只有60而已 最多 所以未必一定需要說 因為這兩部遊戲機呢 換上4K120的電視的 但是變相又衍生出來一個問題 既然你沒有打算換4K120的情況之下 你是不是為了Way Tracing 去特意換新機呢 是啊 你要流暢度就沒有Way Tracing 但是很多時候你就會開了那個Way Tracing 是啊 因為我的觀點就是 其實舊遊戲 舊遊戲都會有這些 一樣的遊戲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 假如你真的很執著要這個視覺效果 你才會想去算機 是啊 因為遊戲的玩法是一樣的 這個問題在Xbox 或者現在PS5 我們都有這個感覺 譬如Spider-Man 你PS4都有 故事模式的走法是一樣的 那變了純粹是視覺的感受圖了 不知道電腦螢幕出不出到82Hz 因為暫時PS5是沒有82Hz的遊戲 其一 其一 因為有一隻的 但是那隻我們要明天才試到 其二就是現在的電腦螢幕是沒有HDMI 2.1的 還未出到 所以如果電腦螢幕要行120Hz 144Hz那些是行Displayport的 那就要等 因為這部機器都沒有Displayport 是的 那你這部機器沒有Displayport 那你也不可以買視線的 HDMI轉Displayport 因為其實那條電腦是Displayport轉HDMI 那大家去到這個畫面 已經有些大問題了 因為它過場畫面是即時Render出來的 你看到它 某些程式畫面是看到它是贊的 明顯連30都沒有 這個我們不是真心 我們不是贊的 我們是明顯跟大家說 它highway tracing的情況之下 甚至連30都穩定 考不到的 你看到它現在的過場畫面 是的 有幾個鏡頭是會跳一跳的 有幾個鏡頭是會不停跳的 是的 還有你也會看到那個畫面是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大家在這個串流看不見到 但是我們在現場就看到 那個畫面是有一點點發展的 就是有一點點花的 不是偷考我們這裡 官方機 官方機 是的 官方機 官方機 是的 官方機 官方遊戲 官方機 官方遊戲 是的 全部都是今晚7點之後可以出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比較大的 就是它就算說 ray tracing可以跑30分上限 它都未必是一定可以找跑30分 是的 那正常 你幾千元一部油力機 如果你都跑到這樣 那要不要我用貴很多倍買那個Display Card 是的 砌一部機 起碼一萬五千 我問YouTube那邊有沒有觀眾說什麼 我們要充電的手機 是的 如果不是我會找一條線給你 我們找一條長絲 沒有道理 但是這個我等一陣子可以說一說 是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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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知道這麼多隻 跟不出到4機 120 全部都說明自己沒有120的 有120的 有120那隻第一隻會是 Devil May Cry Special Edition 那一隻因為明天才會有遊戲的 是的 是的 那你說這個蜘蛛盒 跟上次玩的分別大不大呢 那我初步玩了一陣子 就真的不太大 是的 所以到時候我們收到那隻遊戲 我們就在4K120那裡再做 明天可以有 做一部那個直播 是 大家想不想看的 因為就算上了120 因為我們的直播平台全部都上 鎖了個片尾 我們未必可以跟大家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效果 我當然也多個指南是我們口說 你們信不信就是另一個故事 是的 因為現在都沒有Capture Box是有4K120的 有的 但是直播 直播不是 直播不是 你youtube都看不到 是的 就是我們盡量給回那個 例如Ratechasing 給回那個光影效果大一點 是的 因為它要關掉Ratechasing 它要重新做遊戲 所以我們要少少時間 就是玩就真的跟上集差不多的 我說真的 甚至有些東西是不夠上集好玩的 你真心說這個遊戲 如果有玩過上集的朋友 就是不知道它會不會之後拿DLC 我都玩了一段時間 就是都是那些拳打一腳踢 你喜歡拉到拉來拉去 但是它有些吃透的 它BOSS戰很少 如果你是有玩過上集的朋友 你會知道上集有整個組織去打你的蜘蛛盒 但是它來到這裡 我去拿些東西過來 它的敵人數目是會少一點的 是的 是的 現在正在看 我們還是說回來 我們現在測試是4K Raych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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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 只有30F 如果大家想看沒有Raychasing會差多少 我可以試一次給大家看 但是打完這個 我先試一下 大家記得的 我手動儲存一次 是的 我們現在刪了一個Raychasing 給大家看一看 Raychasing 就要在哪個位置寫 待我再等我一下 視覺效果 是的 它說明的 這個Mode每秒30F 開Raychasing 我們就可以轉成性能 轉成性能之後 它是要重新來過的 我們看看哪個位置 我問了 或者問有沒有它是耳機沒有 耳機沒有 耳機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 一升了60F 畫面是真的每秒60F 這個是很奇妙的事情 一升了Raychasing 就升了60F 你看看 還是這隻西牛人滑出來 這一下 大家拿回同一段畫面去給 不知道怎樣的朋友 再試一次給大家 你不知道肯關了光追 就會很難 好了 我們到達這個位置 我們再播一次 我們再開一次Raychasing 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是否真的會掉很多架 我們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到 只有那隻蜘蛛 跳出來那一刻 已經是窒機了 開Raychasing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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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 走 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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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沒有收到 但是其實今天都有一些影音的設定 可以公開的 我一會兒可以講一下講 因為那個手機其實都可以插3.5mm的 headphone 去聽 在這個遊戲機的設定裡面 它的耳术出是可以選擇3D音效的 可以讓你用普通的耳機模擬一個3D聲的耳筒去用 等一會兒可以讓阿朗敏試一下 那個效果明不明 那我剛才就專心出去拿耳筒進來 真的轉回60是打得爽很多 你說Way Tracing 是不是一個赤頭 我看感又覺得真的是純粹是一個赤頭來的 因為在我眼內來看 我都叫打遊戲機有些赤頭 我覺得 仍然要留唱度 我一定是選擇留唱度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它沒有Way Tracing 它自家的光影效果 都可以的 因為你說的是你可能在玩的是一隻畫面長期會比較動得快的遊戲 而不是一隻慢慢游街的遊戲 如果你說可能拿輝仙來比 我知道現在輝仙都沒有Way Tracing 是的 我拿一些可能游街景的遊戲來比的話 那些Way Tracing會漂亮的 但如果你說的是一些open world的遊戲 或者一些畫面節奏快的遊戲 Way Tracing你真的看不前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是略為可惜的地方 就是說你是手法遊戲 但是你給它那個感覺是這樣的 就是我試下去的感覺是這樣的 所以就 遊戲那方面我們就 打不打完這隻大哥 還是怎麼樣 你說 因為都要一點點時間打 那說回遊戲 因為今集有個大轉變 就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是兩代之主要同堂的 就是這兩代之主要同堂 不過大家未必認識 Mice可能是因為 唯一認識 不過其實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一段時間做一個黑人之主 進入主角的呢 其實漫畫都是的 不是只有遊戲才是 漫畫中間已經轉了主角的 即是就算你有看 你有看CG那套 是不是 Jump to Universe Spy Universe 還是那套呢 都是拿它來做主角的 那希望大家不要特別介意 希望大家 因為我都玩了一會 你說玩了這麼久 這集有什麼感想 就很短 很多東西都很短 即是不要說我不劇透大家了 你可能只是打到主線 都可能 十幾個小時就爆了機 即是可能說上集 你是在玩二十幾三十個小時的情況 或者你今集是玩了一陣 就爆了機 所以 感覺是有點差的 也說一下它的震動回饋 就可能是平時大家在玩的手掣的時候 會想 毛子英這樣震的 那我們這些震動場景 應該是怎麼樣呢 它就有不同的靈 在我的手掣上 讀 讀 然後就畫面一些閃亮效果 或者一些爆炸大效果 給予不同的feedback 就有些位置 可能是內置麥克風 可能在我的角色 飛躍啊 射之蛛絲啊 踢的時候會出來了 不過這個遊戲 因為它真的效果 做得不是很明顯 不是很明顯 公方的PS4耳機玩到PS5耳機 玩到PS5耳機 因為我們沒有那隻耳機 是真的要 真的要 幫你不到這個 是的 嗯 它都飛了它的嘔吻才沒有嚇唬 對啊 剛才那個嘔吻才飛了它 沒有嚇唬 沒有嚇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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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 索性轉遊戲 這是外傳還是續集 是續集 來的 這是遊戲的續集 不是外傳來的 因為Peter Parker一開始就跟你說完第一集的東西 這個遊戲就是續集 是終結的 因為它們的東西越玩越無錄 所以大家看到開始玩下去都比較悶 就是有些不同的東西 但是要打到一半才給大家看 就是它一開始都是自在給你熟一下操作 就是有些不同的終結技 來吧 真的跟上集 太多東西都太相似了 有上集比 今集打下去的感覺實在太相似的情況下 很難說今集是否特別好玩那些 我玩下去是 因為他將上集的很多東西都簡化了 想大家快點 可能出機的時候不用研究那麼多東西 但是有好有壞 玩下去的感覺 我們就玩完 打完第一隻BOSS之後 我們就按多些機器的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說它跟PS4 Pro有沒有分別 可不可以說它是一部PS4 Pro更新呢 如果單論它現在發售之前很多人都試過的問題 其實個人評價我覺得是 即是跟Xbox那邊的情況都相似 不要我特地說Xbox一定很好 PS4一定很好 在我眼中 不論是XboxCVX還是PS5 都只不過是上一世代的升級 即是未去到說有些很震撼的功能去逼你跳 因為始終暫時的遊戲都要兼顧一下 即是去下那個版本 即是不可能偏差太遠 如果你說 不是我會出一隻只是PS5才有的遊戲 那可能的情況會不同 有 未開到 有幾款的但是 要稍微賣掉 要稍微賣掉 要稍微賣掉之後才有 所以到時的感覺又會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蜘蛛仔新招 電流權 即是給大家看一些跟上集不同的小小東西 但是也有太多地方跟上集太相似了 這個就是你可以在不斷地解釋一些新招 那麥克風就懂得用這個生物電源去發電 不過那些過場是漂亮的 即是你打BOSS出那些招 但無奈的位置就是有些透析他的BOSS數量實際太少玩 他太不開心 因為我們教了最低難度玩 很快就可以做什麼 暫時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問 YOUTUBE那邊有沒有 YOUTUBE那邊有沒有 YOUTUBE沒有 即是所有問題 你說有沒有什麼特別功能想試 那些我可以試給你看 那些我可以試給你看 那些我寫完你們的問題 我們存在一次過做給你看 都OK 我們打完BOSS 我們當遊戲就大概試完了 我們還有很和平的維京人 不過那隻就不知為什麼 單極都是PS4版 為什麼拿不到PS5版去試 我被人砌 不過似客就真的抵爛了 打個罪槍就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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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一下大哥 我要按完圈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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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打了太多年的RP 知不知道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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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是否有8K畫面 拿8K電視試過還沒出到 沒有出到 遊戲都是最高4K 其實很多時候新機的解像度都是在特殊遊戲有開發 有做到事情的情況時才能出到的 又死了 其實你寫一隻遊戲只有4K的時候 就算出8K的解像度都是在滾上去的 好 那我們不如試遊戲在這裏 你說有沒有什麼大改變呢 這個可以先停下來 平時大家按一下PS會彈出來的 現在不會 它多了一排Media 這排Media就是 其實就類似Media 就變成大家在玩的時候 平時你知PS4的時候要按出去 要搞大了才能進入機 PS5就不用了 你按一下就有下面這條東西 這條東西就可以做到所有的操作 例如我想打一打一下突然播歌 說他要下載了 這個我們還沒下載了 可能打一下打一下 說我有朋友想找我看 我就說我進去他們的派對那裏 一按就能進去 有觀眾問這個回饋震動明不明顯 回饋震動明不明顯 暫時試了兩款遊戲 Spider-Man是 感覺到震動和回饋的分別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看它震動得很厲害 要拿回這隻S-Tropel 這個我們又可以開遊戲 這遊戲是令我 這遊戲是令我對PS5有希望 亦是有失望的遊戲 這遊戲就是 PlayStation 5的預設遊戲 主要是強調手掣到底有多厲害 我真的說的 他主要是強調手掣有多厲害 我試完之後就發覺 這隻手掣真的很厲害 當我去到我玩Spider-Man的時候 就發覺他這個遊戲做到的東西 是Spider-Man完全做不到的 我不是有心踩說這部手掣很差 他有進步的 是給大家看的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他做的事情是怎樣呢 就是當我拖著手掣的時候 他會跟著動 在我DMAE的情況之下 其實有些聲音 我扭的時候 就是他用一個催眠的方法 去令你覺得 你好像走在不同的位置 就說我現在走 我走的時候 電視可不可以小聲 可以的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 要等我們弄一弄 因為這個我要做解說 我覺得手掣解說是 大家都想知道的事 我們要說到底這個手掣是用什麼 是用什麼原理去控制的呢 大家知道他叫做震動回饋 在走的時候他就會給不同的震 去模仿 腳底的質感 例如我現在每走一步 其實我手掣會有 打動 打動的震的聲音 那麼我要怎麼令到你更加 一次走在不同的質地上呢 除了震之後 這個遊戲繼續做到 在它的內置喇叭方面會出聲 可能是我現在走上玻璃的時候 其實你的發聲 在我手掣都有推出的 我不知道能否收到 只能這樣講 他有分別的 但 所以就是因為他有做到這個雙重催眠 可能是 所有的 以你為什麼的中心的聲音 全部都是你那種角色發出來的 即是在手掣發出來的 其實可能是我出拳 既然我現在打的那塊球 其實我的手就是有點動動的聲音 這些因為是在我的角色做中心出來的 他們用這個方式去加強我的體驗 但是你說我玩 我玩蜘蛛人的時候 其實這些是做到沒有這款遊戲那麼明顯 這款遊戲是故意做到那麼足夠才能給到這些東西 就是這樣 周能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能不能走過去 原來有些聲音 不斷地在我的手勢那裡湧出來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咪咪 我們現在是關了電視聲音的 我們現在是關了電視聲音的 主要是給大家聽一下手掣的實聲是怎樣 現在走一條滑梯 手掣在這裏有滑梯之外 還有出聲在手掣也會出來的 他用這個方法去令你 好像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他一開始令我最厲害 現在因為我們的電視沒有開聲 可能我現在走近的聲音 電視是不會播這些聲音的 但是呢 就會經過手掣 就是他用這個方法去令你有那個加強 那個體驗 那你說我自己有什麼擔憂我試下去呢 第一 我們試了兩隻遊戲 就有試玩的時候 其實我試了第三隻 我試了他的snapboy 他們都沒有做到 我去到playrun那麼足 去令你有那個至新奇影的感覺 這個是略為可惜的地方 即是開球這個遊戲是比進性能 我試了我的手掣真是天下無敵強 但原來是 這個可能吹過龍門風 我的手掣是吹著風聲的 他的手掣是保持著陣 這個就是出他手掣功能的地方 但是 他要有那個手掣功能 就要開發者做得很足 是的 但既然他試完之後 他作為手法的spiderman 都不是做到很出的時候 我就害怕了 因為大家要考慮 因為其實playstation 除了playstation之外 現在暫時的第三廠遊戲 他們不只是出playstation版 他們要顧隔離export版 我可能會更差 你拿次客 這隻很和平的次客 他出五個平台 即他PC 兩部export 兩部ps5 即兩個playstation 那裡也有五個版 他哪有可能只是為了你的 playstation 5版去搞那麼多 可能有的,但我未試到 再舉例來講 是不是真的會做到好足呢? 這就是我對這隻手掣的讚賞和擔憂 我想在一些獨佔遊戲是有機會的 當然有很多時間 有些圖機就是下個禮拜才香港 但是我的擔憂就是連蜘蛛蜊也不是做到好足 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 蜘蛛蜊不是獨佔的 獨佔的 獨佔的 不是,4和5 4和5,對 我們還有一隻全獨佔的 不過這隻我們就要明天才開到 明天我們轉去4K120的電視號室 遊戲方面的視頻是這裡 媒體 媒體那裏呢? 大家沒想到去Default就Default 是不是? 不是的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這次PlayStation的界面 就是過去就沒有分遊戲媒體的 就是如果你下載了一些APP 就是無論是遊戲 又或者是聽歌、看電影 其實都在一個界面裏面的 那你只不過就是 你究竟想拖幾多個Icon上去Default 否則就在裡面 那他這次就分了遊戲和媒體的 很明顯分了兩個 你遊戲那裏就只是遊戲 你去看電影、聽歌那些 就去了媒體那一頁 那媒體那一頁 那媒體那一頁呢 其實如果你收到電視機的時候 基本上這些Netflix YouTube這些 全部都是要下載的 但是你不下載的時候 會怎樣出現呢? 如果你不下載的時候 其實你向下推的Menu 你都會見到不同 就是他串連了個頻道 譬如Netflix、YouTube 又或者是Palm Video Amazon這些 Tis這些 那Palm Video這些我沒有安裝APP的 我沒有安裝APP的 因為尤其是Palm Video 香港都看不到 但是他一樣是會拿到他 有些什麼的精選的電影推介 告訴你 那我現在下載了 就有Netflix Apple TV 以及YouTube 那樣 還有多少東西要下載的? 其實你下載了APP就可以了 那你下載到APP的時候 譬如Apple TV這樣 我們就 按了進去任何一套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進去Apple TV的APP 這個我們開不了 因為你開了直播 我們要直播給大家看 那就開不了HTCP 就給大家看 OK 那我們都很粗略有個播片測試 我先看Netflix 可以不可以 應該都不可以 應該全部都要HTCP 因為我們已經開了HTCP 是的 看用HTCP Youtube呢 Youtube都 都不可以 因為我們要直播給大家看 我們就關掉HTCP 不要緊 那我去設定給大家看一下 剛才剛才都說了少少 就是在那個螢幕畫面影像那裡 那剛才說了 那他這次的設定呢 畫面那裡呢 基本上都是選擇解像道理 要行多少 那麼HDR就通常自動 因為現在我們要直播的時候 我怕出事花畫面 所以是off了的 但是正常呢 你都是設定自動的了 那麼調整HDR呢 如果當你自動了 開了HDR的時候呢 就調整你那個畫面呢 HDR的光暗 是的 那麼這個設定呢 就是你每天 只要是開了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A電視轉B電視 它 沒有機會檢查到的 檢查到的 檢查到就會叫你重新設定一次 那麼其實他檢查的HDR 都只不過是平時的Logo 最高的白色調光的Logo 黑色調光的Logo 黑色調光的Logo 和灰色調光的Logo 調光的Logo 調光的Logo 調光的對比度而已 那麼就色深輸出呢 那麼基本上你開了HDR 這個也是自動的 下面RGB Racer都是自動的 那麼其實畫面呢 可以設定的東西 就不算多的 如果上到XBOX 就是XBOX你就會見到 首先它會檢查你的電視 究竟支援到什麼的規格 再選就開不開 還有告訴你 你開盡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東西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PS5是沒有導致規定的 是的 就是你不會見到的 你剛才看到只有HDR 好了 去到聲音那裡 那麼聲音那裡呢 它就 我覺得它這次是比較豐富的 首先就是HDMI的裝置類型 你可以選擇 你現在究竟是駁 AVM還是電視機 但是最棒的是有聲霸音響 這個呢 如果你是駁回電腦的喇叭 你可以扮生卡的 是的 好了 如果你是AVM 你就可以選擇 你的AVM究竟是7.1聲度 5.1聲度還是2聲度 那麼 如果你7.1 或者我這隻AVM是導致AVM的 那我就設定了 好了 最過癮就是這裡了 調整喇叭位置 嘩 這個好厲害 如果你是AVM 7.1聲度 但它這個有點鬼的 只可以調角度而已 但如果你又玩開AVM 其實除了角度之外 是可以調距離的 它就沒有距離調的 只是有角度 但是試下去的聲音 會不會說很遠很近 其實你是可以調整 譬如前左前右 譬如這兩個 那個闊窄 譬如你可以拉闊一點 拉遠一點 那你那個感覺 那個聲音 那個圈好像大了 這個你可以聽 但當然你說我用喇叭 或者我真的進入M7.1 其實未必聽得很足的 還有我自己覺得 它這個設定 似乎在遊戲上面 比較明顯的 那如果你說 我在影音上面 就不算很明顯的 那反而我想 阿羅文你等一會 可以試試 現在這個 輸出自耳機 是所有音效 我們先刺了 我們先刺了耳機 那你耳機是可以啟用3D音效的 開了之後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模擬 模擬 模擬 你用一個普通耳機 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買 PS5那個5.1耳機 Pose 3D 是的 那就可以模擬3D音效 那等一會 阿羅文試試打機的時候 看看那個3D音效 強不強不強 是的 那主要這個 那音量其實就是 耳機音量 即是Default 大小聲 那這個其實之前PS4都有 那還有一點我要說 那因為剛才也說過 它的喇叭其實有很多的功能 例如震 麥克風 喇叭 這些其實大家都可以調整 即是可能你看到它這裡 它聲音那裡已經可以讓你調整 是不是要帶 那剛才也說回 手掣那裡 手掣那裡 它是可以調整 那個強度 雖然它的Default是強 那 但是也未必是很強的 就我所見 不過我 有讀者問 可不可以試一下這個 PS5直播功能 嘩試過 差一點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按給大家看 是的 你現在怎樣直播 不要說直播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按一次給大家看 那它直播 去Default有些什麼 就有Twitch和YouTube 那Twitch我就 因為我實際沒有用過PS4的直播功能 我們可能試一次給大家看 大概給大家按一按 你看一下它 你要連結你本來 PS4直播的帳戈 和那一段 他書 me � obes個帳戈 那要看好我們的帳戈 那可能要遮遮遮遮一個 那就先轉回我們 paranormal 有一個不習慣的地方 就是他 我怕他會問你拿YouTube那條直播曲 那條零 你入面的帳戶還要問你拿 應該不會那麼麻煩 你試一下 是不是呢 沒事 正在進入 我們正在進入鍵字的時候 大家可以問問題 我們即問即做 有時候有讀者運動活動給Amos 沒有的 這個就是對家做得好 但我們試過播不同地方播碟 我們這裏都去看著 其實我試過播Apple TV Netflix YouTube 和影碟我們都試過的 我自己 講一下影碟先 這次PS5就吃到Ultra HD的4K影碟 只要你放一隻碟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彈出螢幕 剛才你在那個 影視媒體 那個Apple list裡面 就沒有 播放螢幕 但如果你放一隻碟下去 它就會自動拌出來 拌出來的反應算快的 拌完其實就跟你正常播放螢幕一樣 沒有分別 那你說它那個影音效果的表現 聲音那部分 其實它就會輸給Xbox的 因為始終Xbox就出到Dobby Amos 那就 PS5它就是解了做Dobby Surround 這樣會出的 那聲音就會比較薄一些 那很明顯 Xbox Series X那個動態 高低音動態 是會比較強的 那我現在就試了剛剛直播 有人想看直播 那直播流程是什麼呢 那首先就是很簡單 PS就是按一下 下面會有一陣子彈出來的 是不是呢 是不是這陣子呢 因為平時錄影的就是 按一下 按緊 按一下 那些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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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那旁邊就會有個 那旁邊就會有個播風 那按一下 那我剛才因為 已經連了Youtube帳號 那我就開個TESA 在Youtube那邊公開 那我就可以試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關了HDCP上不上到 試著而已 全部都是試一下 因為我自己實際都沒試過 充滿緊張感的 這個感覺 不過我猜是因為 現在關了HDCP 未必會即時有到 上到 是 不行了 這樣就不行了 明天應該試到給大家看 是 大概是這樣 你說直播會給大家看 這樣就給他 你試試那個耳機 耳機 我們拿一隻Payroom 聲音會比較強 你可以一直玩 就看看效果 有沒有聲音 有沒有聲音 有有有 但我聽著 有沒有去到3D 試著走出去 真的給多些人位的時候 是 為什麼Payroom的聲音 主要是在自己那邊出 先 Payroom的板子會比較好 跳下水會不會 沒有去到很強烈 但我試了 阿LON你試一下 好 你走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正常會聽到那些卡卡的聲音 就是 沒有去到 那個辯位 那個辯方位能力沒有去到很強 我試一下 另他這邊 我試一下另他這邊打 這隻遊戲不算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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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是 譬如是 你試一下 譬如是 打野那些 一拳拳打 雷碰碰的聲音 其實都是在中間 那也都沒有什麼 譬如是 旁邊有些 那些水 那些噗噗聲 在後面出 那其實你都不是很覺得 那些聲音在後面來的 嗯 所有聲音都是集中 定位在中間 好 我們轉回一個有進度的 save line 是啊 剛剛都給了大家 腳踏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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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麼樣 拿試鏡的時候 我就有試鏡遊戲給大家看 我試一下 很好玩 整體感覺和上集太近了 這個 阿羅文可以帶來玩 我講一下 你一邊玩我 我講一下我的評論 這隻比起剛才那個強烈很多 原因就是 其實你在玩的時候 你會聽到背景 後面有警察在喊 那些槍聲 由左到右到左 而最主要就是 你一邊打的時候 其實你圍繞著 spiderman那個鏡頭 是不停轉的 那你就會聽到那些背景聲 就是後面在那裡搖其勒喊 在那裡喊那些人 在那裡喊那些聲 那當然主體那些聲在中間 就是spiderman打打敵人 那個主體聲 就沒有變的 在中間位 但是你就會聽到 其他周邊的聲 在你旁邊移動 那個移動的感覺 是跟著畫面走的 因為其實這隻遊戲那個 移動 捲軸的畫面其實都幾多 幾快 聽得很明顯的 聽得很鮮明 聽得很鮮明 跟得到的聲音 OK的 因為我玩得太開心 所以我 說不出聲音 是啊 這隻角的 剛才那個反正 剛才mha room 還沒去 都是要看遊戲 而分 這個轉得很明顯 周圍很多人在那裡喊 就是說你後面有敵人在那裡喊 叫你小心點 開火 就是他很多東西在周圍出現 明顯很多的 這隻遊戲 所以戴耳筒玩 OK的 當然可能是拿回原廠那隻 甚至有更好效果 不過我們就未試到 不可以打爆彈 而且未必一定 可以不需要 破費買個副耳筒 用著自己好一點點的 一個 我想頭大耳筒都OK的 當然 其實你 電視音響 也有不同的體驗 自在是 嘩 很強勁 這個比較困難 大家看到敵人怎麼打 打不死 如果我們設定做這個 Surround Sound 在這間房間玩 可能體驗又不同 當然 你正常家裡 就很少開癢 7.1 這樣打機的 真的被人投訴死 真的吵到瘋了 但是 用耳筒我覺得 效果出的 就是看遊戲 看遊戲 很重要 這就是看遊戲 Spiderman 直播YouTube 出不出到4K 明天才試我給你看 是的 因為玩得有點開心 還有你戴耳筒說 我戴耳筒說 因為自己玩得太開心 可以的 那個3D音效果是可以的 玩得太開心 所以有些有點忘了 不好意思 好 還有沒有問題呢 還有問題呢 如果不我們今天這個快開箱 就去到這裡 是的 今天主要賣快 有疑問 我建議大家盡快問 如果不就玩多一會 是的 如果我們実情帶來的 演技能 我們要建議 謝謝 這個 general是 它就行 好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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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會做 我們會做 如果Netflix就是XBOX會比較漂亮 畫面和聲音都是 PS5就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有時有些Netflix的Documentary 它用4K拍其實會拍得相對比較漂亮的 如果那些片子就兩者的分別會比較大 但是如果你說一般Netflix的電影或者劇集 這個分別就不算太大的 最主要分別我覺得感覺就是在聲音那方面 兩者平均的分別就 PS5是比較薄一點的聲音 比較淡一點 動態比較平一點 沒有XBOX的動態那麼高低音層次那麼鮮明 如果說了這麼久 很多人都是玩遊戲機的 那些人就說個人的一些小結論 其一 手機是否值得買呢 我試下去的感覺 我試下去的感覺 這個張心美的東西我沒有特別讚我特別踩 我試下去的感覺 我自己是不會買第一水的 我講真的 我自己不會第一水買 太多問題了 那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手制那裡 主打賣點 但是就不是每個遊戲用得盡 未必每個遊戲都用得盡 就是過落差實就太大了 遊戲做得好的那些 好棒的這個品牌 變回像動畫 變回像的場版 就是他做得好的那些 就會用盡手制功能 給你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到 就是拿去Default的Payroom 他會做到很多功能給你看 但是萬一如果你不是好像Payroom那些做得那麼足 很難過 真的很雞辣的做出來 就是可能你說 PS5 跟 PS4 Pro 差很遠 那些位置差不大 就是只要你不是很執著說要用那些 Ray Tracing 你不是很執著要看那些試的效果 因為現在某程度上他主打很多東西 例如4K 820Hz Ray Tracing 或者那些都好 其實他整體現在就這樣跑 就是4K 820Hz 要做的他就必須要剪掉很多東西 就是剪掉特效或者剪掉運算功能 那大家到來畫質都不漂亮的 那而你做Way Tracing 原來這遊戲做出來都是只有30FILM 是的 就是畢竟這部機其實都只不過是一部4000元的遊戲主機 那做出來 做出來是有點難過的 那你說他在我心目中是什麼評價 我就叫做PS4 Pro 2 我這樣叫他 我不知道我發覺他那個手掣可能功能比較多 其實都幾快沒有電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充電一條 USB線來玩 因為官方說明你甚至沒有電的時候要充電三個小時 充電三個小時才充電門 有人說畫面幾細節 這遊戲本身做得來 但是你說PS4 Pro和PS5的畫面 同4K下是不是差很多呢 是會有一點點差距的 就是可能是顏色啊 流暢度是會有的 但是你願不願意為了那個流暢度而很急的去買機 就是我自己可能真的會等二代機啊 或者可能真的等大貨回到的時候才會考慮不升級 而不是說現在急著要吃炒價 因為剛才都說過的 只有PS5的遊戲不多 很多遊戲都會兩個Head房都有 而且師傅會不通 那升級出來的東西是有 但是這樣說吧 我都不能夠給到特別多讚他的地方 就是我沒去到很讚他的 我找不到一些很想讚他的地方 就一個玩家角度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很期待 那就是我彈的地方 我彈的這個我真的用彈來用 他這部機主打一個超強SSD 那這個超強SSD呢 有什麼地方厲害呢 大家試出來 他可能說到多快都好 如果是在跑輪那隻 是PS4、PS5獨家的遊戲 他才會給到一個很快的獨速 這個是IG 這個是很多遊戲媒體都試了出來的問題 他只會在那隻如果是只有PS5的遊戲 才會給到很快的獨速 那如果你是說 這隻是PS4上升級 那他未必會給到一個很快的錄影 這個我要先說給大家聽一下 有不少人可能說 那時候Sony出的那麼大 是不是出的那麼大呢 是 他玩自家的遊戲會錄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上網有看過別人 可能玩一些 幫Sondawell 啊 FF15 那如果你拿他和Xbox Series X 他那個錄影時間其實是大家很接近的 嗯 這個是略為可惜的地方 反而Xbox Series X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算快的 好 好 是 那大家還有沒有東西想問 我們現在趁 是 都還回答到大家 是 就是我見大家可能有東西想問 那我們就回答你們先 吧 不然就自己打多一陣子 我們今天就收台了 嗯 就是你說抵不抵買 我自己就 原價買可以想 但是不會是今 不會是現在買 因為可能我自己家裡都沒有一個 8.2Hz的設備 或者沒有一個4K的設備 那樣 你是不是真的會特地買呢 你如果是為了去貪圖 它的充電時間快 啊 貪圖它的充電 很不好啊 那我寧願大家看定些才決定 就是說充電時間 其實某個程度上 你PS4 Pro 升級了做SSD 呢 都有那個 都有那個 差一點點 還未去到它很厲害 那個獨速的 但是你說 他很想要4K60Hz 或者4K8.2Hz 一個穩定的遊戲畫面 那你可以想 就是未去到需要 九聰最重要 是看人自己需要 我的評價是 問題是有的 那就是 它的SSD 其實只有 800多GB 那它裝完OS之後 其實已經是沒有了 已經剩下600了 600多 那你再裝遊戲 你再裝遊戲 我拿著Spiderman來比 Spiderman去到終極版 終極版 終極版就是1加2 裝完之後 其實那裡已經沒有了100GB 即是 有些遊戲 有些綠仔都知道 即是 去到PS4的遊戲 很多時候都要安裝 那隻 那隻碟是Key來的 是啊 現在就連碟都不用 都直接下載下來 那它向下兼容是甚麼事呢 那如果你是碟裝向下兼容 那它就 插下去呢 就會立即幫你安裝 這個PS5版 是的 但是呢 它只不過是 但是那隻碟 只不過是Key來的 即是你就算裝了之後 不代表你可以沒有碟玩 即是你不裝 即是你裝了之後 你依然是需要用這隻碟 才能開到這隻遊戲 因為變成說 哇 是不是有些少奇怪呢 那就 之前都是這樣的 對 碟板都要放著攝影機 放著碟下去才能玩到 即是碟是Key來的 即是碟是Key來的 但是 但是 你買到手法機 有甚麼遊戲值得玩嗎 嘻嘻嘻嘻 嘻嘻嘻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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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玩高難度的 因為我難聽一點這麼說 原本 原本我是打算推薦大家玩刺客 但刺客的 Paystation版 被UVsoft 自己官方閹割了 即是你變成做 這隻遊戲 本來可能是打一些 維京人 即是你可能連場擊戰 可能地上會很血腥 那你 整群維京人打完膠 之後 雪地是整片白色的 有些被人閹割了的感覺 那就未必玩得那麼開心 如果你說 投水有甚麼手法遊戲 我自己推薦的 一 蜘蛛盒 可以PS4版更新 如果你沒有買上集的話 可以就這樣 拿PS4的碟 測試可以互通 第二 明天才可以玩的 Demo Souls 這隻就主打高難度 很高難度 如果你本身是動作機不厲害 那就不用考慮 那如果你說 如果沒必要玩手法遊戲 有甚麼遊戲 你是PS Plus會員 他投水也有二十幾個遊戲 是的 二十幾個遊戲 嗯 都算是值得玩的 你Persona 5 Detron Bubbon 這類 他都有一個 PS5的升級版本 可能自己本身的遊戲 只是跑到4K30 他會給了4K60里 那遊戲那裡 真的 他PS5震到一個震 就是只有 Spider-Man 跟Demo Souls 我講真的 是 你說 如果我不想玩Xbox 可能有 選擇哪個就好看自己 現在Xbox就容易買一些 沒有說哪部很特別差 就看自己需要 DMC有甚麼 DMC兩邊都有 DMC甚至PC也有 PC沒有 DMC DMC 將會是第一隻 PS5跑到82Hz的遊戲 聲稱 明天才能玩給大家看 是 下降了 但我們明天才能玩給大家看 只能今天拿著這隻 比較大的 去送給大家看 大概是這樣 或者大家有沒有 什麼巨大疑問 因為都 8點多 現在就 當然你訂到機器 就供給你 不用搶了 我想缺貨 應該有一段 多長的時間 如果手法你訂不到的話 你要在街上 因為現在全部在官網放出來 要看它公佈 何時會有 或者是量有多少 這樣 因為不是 程度上我自己的總評價是 不急買 它是有漂亮 有些好的地方 但是它的缺點也做得很明顯 這個PS5 缺點一 容量不夠 缺點二 手掣那個位置 就是雨點大雷星少 試下去 好可以做到很好 差可以做到很差 那三就是 那些遊戲的定價 就是PS5自己的遊戲定價十分高 過六百元 過六百 五百六十九起 貴的可以到七百多 那你說 現在買這遊戲有多高 過五百六百元呢 都比較少 而且你都不會這麼快 有人買 既然是有二手掣放的 這個就是 遊戲流通率會不會低 所以如果你六七百元 你真的適合玩才會買 那買回來這遊戲 不用玩 不適合玩 那怎麼辦呢 當然是看了別人玩 然後再評論你 才決定買還是不買 那如果不是他跟PS4 Pro比 那就是我當它一部 可以跑到4K60Hz的一部PS4 Pro 我已經是最後評價到你 這裏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PS5的短暫開箱 它就是這裏 如果我之後幾天有空 我都會可能玩了一些PS Moni的遊戲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回 這裏直播 這裏直播 這裏就是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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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